高雄市政府是很積極地打拚在正處 希望要讓我們臺灣八大風景 市議的頂稱大鼻翼那 免疫開放 市民可以進行 經過一年的協商 現在有成功了 今天進行參與 按十八號開始 每天有五千的高雄市民 可以免疫開放 真的是八大景市議的高雄大鼻翼 因為最近幾年受到觀光 形臺轉變漸漸不落 期待找回過去的方法 再度起因民眾日園觀光 市府集結合自來水公司協調 希望可以讓市民免疫情 經過一年協調 相逢十三號的責任 將於協助 因為大鼻翼 由於水域保護区 過入到環境和水域的安全 早期每日開放七千人日園 各種市民是韓國青人 另外大鼻翼 年開孫超過四千萬 市府是表示 每日的到月三千萬 協助進行豐富的設備修理美化 而且正是有水下水得 我們希望未來會增加收益 增加收益的部分包括 我們會協助他們規劃像高雄物產館 或者是每年有一些花季 盡量的 大概把裡面讓它變得很多彩多姿 每年都有固定的賞花的季節 各種的措施幾個月 希望能慢慢增加進行的因素 從十八號開始 也就是中生世前的頭一天 共同市民交替新聞證 第三北規進行 不過尿寒舊 這些寵物也是沒辦法進日 當時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第一次出秤的柴油車 還有九十二年 第一次出秤的偽形成機車 這些高污染潮流也禁止進日 記者李秀蘭民交官 郭雄報得